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油管频道的老范读评5月28号版本 第一条,埃隆马斯克为推特找来了首位女性CEO 有一位叫ITTAKU的网友他提问 马斯克之前我们公司就在用推特的API抓取数据以前免费 后来突然说不免费了,每个月费用最高涨到20多万美金 那我们就不用了 这个怎么说呢 其实以前推特确实有很多这种免费的API给大家使用 但是你要想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你使用这些API的时候 你得到了便利 推特并没有得到任何收益 如果说OK你得到这些便利以后 然后对推特的品牌效应 对推特未来长远的一些商业利益是能够有一个收益的 那么推特就还是会给你使用下去 所以从一个商业公司的角度上来说呢 肯定说我提供服务还是要有收益的 哪怕是长远收益 也是要有收益的 那么现在说不免费了 要开始收费了 对于你来说是造成了一定的不便了 但是从公司的角度上来说 从推特公司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决策倒并没有错 再下一条 OFOCEO戴威用中国人的15亿押金请美国人喝咖啡了 这条悉尼华润Alex问了一下 说我妈的小黄车押金都还没拿回来呢 这个题目绝对拉仇恨 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题目依然在发酵 甚至最新的已经开始说这些咖啡项目已经陷入困境了 经营的并不好 怎么说呢 在国内呢 现在确确实实经过了几年 万恶的资本 资本无序扩张或者等等这样的事情 好像是沾了钱的事情都有问题 在这个事情上 很多人没有退回押金来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完全赖戴威自己 也不是一个特别理性的方式了 我们还是希望以后他能够做出一点什么真正成功的事情来 把大家的押心慢慢退掉 也只能是如此 再往后还是同样的一条 带威开咖啡馆的一条 有一位叫HSU Tony 他呢 问了个问题 国内所有所谓咖啡连锁成功的方式 就一种 不把咖啡当咖啡卖 卖的是一种叫咖啡的饮料 吸引的就是不喝咖啡的人 在国外能不能成功 我个人感觉外国人没有那么蠢吧 这个事情啊 你说到底什么算咖啡 什么算咖啡饮料 你说我加了一堆水的算咖啡饮料吗 加了一个牛奶的算咖啡饮料吗 加了很多什么巧克力啊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算咖啡饮料吗 对吧 加了一堆水的叫美式咖啡 加了牛奶的叫拿铁 然后再加上一堆巧克力的 反正它也是有一个名字的 所以这件事情上来说呢 我觉得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年龄层次上 他们选择消费不同的饮品 都无可厚非 比如说像美国人喝的什么 美式和拿铁 一到欧洲去 就会被人鄙视 到底是不是大家能够接受 我们讲的这种叫奶茶式咖啡 跟外国人蠢不蠢 跟他的是不是有咖啡文化 其实是没关系的 他有的时候真的是 一点点很特殊的契机 或者说有一两个很厉害的品牌 他就可以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 这个里面的成功与失败 是有很大偶然性的 跟外国人是不是蠢 跟中国人是不是蠢 这个事都没关系 再往后一条 也是同样一条 有一位叫Ruil的这位朋友 他问 虽然星巴克的标准菜单很简单 但是你可以定制你的饮品 选择也是非常多的 各种奶类 不同口味的糖浆 还有其他的这种顶 各种都可以加 但真正喜欢咖啡的人 不会点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这个里头其实讲了两点 就是西方人的菜单 它确实是这样 我记得我到美国 到欧洲去吃东西 他们的菜单经常是一页纸 就是你到了一个很不错的饭店去 一页纸上次就是牛排 汉堡 其他的一些东西 就这样就完事了 不像中国菜单经常是厚厚的一本书 然后上头还带着彩图 但是西方的这些菜单 就是你点了牛排之后 你还可以说 牛排我要几分熟的 这个要什么样的配菜 要什么样的酱汁 然后要什么样的主食去搭配 它是在一个菜上有很多很多种 不同的组合方式 但是在中国呢 就是公报鸡丁就是公报鸡丁 对吧 哪怕是两个饭馆做的公报鸡丁 差异很大 一边是用鸡腿肉做的 一边是用鸡胸肉做的 一边放的是花生 一边放的是腰管 但是它在菜单上就是公报鸡丁 你点的时候你也只能点公报鸡丁 然后拿上来以后 至于是什么样的 其实你是不知道的 这个呢 我觉得有东西方文化的这个差异了 就是他们确确实实是用了一个简单菜单 然后让你加各种的选配项 但是呢 他们其实也不希望你去乱加了 他们希望还是你按照简单菜单去做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点餐时间和成本 至于另外一点 真正喜欢咖啡的人 不会点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呢 其实是一种鄙视链啊 就是他把自己放在这个真正喜欢咖啡的人的角度上 去鄙视那些点乱七八糟东西的人啊 点花里胡哨东西的人啊 这个我觉得大可不必啊 现在我们喝的很多东西在以前其实也是花里胡哨的 像美式像这个拿铁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且很多的文化 他就是在逐渐演变过程中的 在这个里头没有孰高孰低之分 比如说中国人喝茶 最早的时候喝茶那里头加什么花椒大料 加油加什么东西 最后煮的跟一锅粥似的 对吧 那是以后才开始有啊 各种泡着喝的茶 然后有鲜茶 有这个龙井 有这种发酵茶 比如像普洱这种东西 最后呢 他都是说 在某些特定的范围内突然流行起来 然后再慢慢破圈 这个过程中没有孰高孰低 再往后一条 有一位叫赵志禅的人啊 G-E-O-R-G-E-C-H-A-N 他问说说明戴威的人品是没问题的 不然这么多风投不会一荡二上 这位老兄呢 说的很正确 就是虽然风投会喜欢投这种 就是你做过一次创业 甭管成功还是失败 这些投资人还是愿意投的 但是这个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前提 就是你不能坑投资人的钱 你如果坑了投资人的钱 比如说人家投给你钱了 然后你把钱偷偷摔口袋里了 做了一些假账 然后就把投资人的钱都坑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我再想找投资人要钱 你会在整个圈子里头 名声就臭掉了 但是这个里头有一个很矛盾的点 是什么呢 就是投资人并不希望这些创始人 特别守规矩 对吧 你说你遵守所有法律法规 遵守所有规则和潜规则 那么这种人就不适合去创业 你适合去打工 这个就属于是老实孩子 他呢 希望创始人能够打破一定规则 但是同时呢 又希望这些创始人 可以遵守跟投资人之间的基本规则 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蛮矛盾的事情 再往后啊 是美国教授用XGBT认领学生作业 给这个不及格的学生打零分这件事情 有一位叫 施航周 S-S-S-I-S-A-N-G-C-S-O-U 这样一位朋友 问说我写的文章 让XXGBT捋一遍 修一下语法 最后算谁的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 因为现在大家写的文章都会让XXGBT 像我比如说有时候写文章写出来以后 我会让这个Notion AI 或者其他的这种AI产品去帮我捋一下 把这个错别字修一修 把这个文章捋顺一下 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成为一种现状吧 比如说我们用一支笔写字 写完了以后 那个字是我写的 不会说是那支笔写的 只是XXGBT比那个笔要厉害很多 对吧 像我比如说拿相机拍了张照 然后选了很多滤镜 做了美颜 那我拍的也还是人 对吧 不是这个相机的这个AI生成的内容 这个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这是一定的 到底比如说你的原创部分超过百分之多少 算是你写的 还是说提示词是你写的 就算是你写的 这个事情呢 现在还在争论之中 到底如何做 但是现在普遍认为的方式是 如果你用XXXGBT捋了一遍 最好呢是说明啊 说我这个文章是经过XXXGBT修饰的 最好是可以把完整的提示词 展示在后面 说我是用XXXGBT用什么样的提示词去修饰过的 即使不展示提示词的话 也应该标明 这个呢 应该现在算是一个起码的文明礼貌吧 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往后还是同一条视频啊 有一位叫王哥的朋友 他说现在这个蛮微妙的 如果AI能做这个 教育行业存在的价值几乎为零了 你的所有知识变成了云存储了 需要就去问 人变得只提问题 那么人是机器吗 云端是有生命的大脑吗 呃 这位朋友提的问题呢 其实很有意思 现在很整个教育界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教育行业的价值肯定不是零啊 那么会提问题这件事情也是需要去学习的啊 只是咱们国内的教育呢 其实不太注重来学这个国内教育一般是说老师啊 教了什么你就好好学学完了以后呢 照着老师教的一模一样的去考试啊 这个以后那么大家就要转变这个思想说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如何提问题 然后呢叫如何组织问题 以及呢如何判定答案的对错以及答案的优劣啊 选择最优答案 然后如何再去提出下一个问题 通过问题的方式驱动AI的云端知识库 然后得到我们自己的结论 这才是以后教育应该去做的事情啊 至于人是不是机器 其实这个事情一直在争论 因为很多人认为人是有独特灵魂的 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人的很多思维方式跟机器是很相近的 然后至于说云端啊 是有生命的大脑吗 这个问题的话 呃这个要看具体生命是如何定义的了啊 现在也是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再往下一条啊 有还是这同一条视频 有一位叫庄章的人啊 他呢去问 确实很多时候 GPT生成的内容会给人带来恐怖股效应 就像是那些特别像人的玩偶一样 越看越难受啊 这个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啊 越来越来越是像人的玩偶 然后由AI化的这个人像 然后包括由XGPT生成的内容 这种东西是怎么产生的 由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是说第一个他很像 第二个呢 就是他在某一些让你可能又说不太清楚 不是很注意的这些细节点上 他又有一些瑕疵 或者说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在里面 当我们看到这些矛盾以后呢 我们心里就会积攒一点点的这个不适感 或者积攒一点点痛苦 然后当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这种啊 毛刺或者非常多的这种啊 差异以后 然后这种不适感就会爆发出来 就会成为恐怖股 这个所谓恐怖股就是说 我觉得别扭 然后越来越觉得别扭 然后非常非常别扭 但是我又说不清楚到底哪儿别扭 这样的一个东西就会产生这种恐怖股效应 以后啊 AI会越来越像人 或者更像人 那么这种效应呢会逐渐的消失 或者说我们可能对他的耐受能力会慢慢的变强 但是这是要看未来的发展 再问后一条 ChatGPT IOS版本应用上线这条里头 有一位叫AQUATHEWRSE的网友 他说 不过我看了消息 苹果已经开始招募AIGC的人才了 除去保密的问题 这种AI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 以后的趋势就是那种去中心化和定制的AI 尤其是SERI SERI肯定不是ChatGPT那种模式的 它的定位是这个智能助理 它不需要回答 它不需要知道的东西 而且它的AI也应该是本地处理训练的 苹果开始招募AIGC人才这件事情 确确实实是传出来了 但是苹果招募这些人以后到底干什么 或者会干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来 不知道 苹果早就开始造汽车的人了 这么多年他也没造出汽车来 苹果招了大量的做AR VR的人 今年号称要发布苹果MR 到底能不能发布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苹果招了AIGC的人 到底后边怎么改 这个事还不好说 因为苹果是一个很封闭的公司 大家只能去瞎猜 然后另外呢 SERI以后到底向什么方向发展 这个事情也不好说 你说哪些事情是他需要知道 哪些事情他不需要知道 这个事情没法判定的 对吧 那么SERI现在是不是已经足够好 这个我觉得是有结论的 SERI现在肯定是不够好 但是继续向前发展 应该如何去发展 应该怎么样 这个呢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接着往前看 至于说以后的这个大模型 是不是去中心化 这点呢 不敢苟通 因为大模型还是需要 就是更像是一种群体智慧 他所有东西是在中间一起来算 然后每一个人跟他沟通和聊天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在为他贡献养料 然后这样他才可以用最低的成本 最快的速度进行迭代和提升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分开分拆开来 你训练你的 我训练我的 最后会发生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打不打扑克 这个在国内 比如说我们去打扑克 或者打麻将吧 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则 对吧 这个地方的规则是 比如说四川麻将 它规定的是所有的花啊 会儿啊 什么都没有 对吧 推倒壶 他们的麻将好像还少一张 还是少几张 我忘记了 反正四川麻将 跟一般的麻将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特点就是效率特别高 很快很快就一把一把就糊掉了 没有那么多需要动脑子的事情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日本麻将 台湾麻将 或者很多地方的麻将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AIGC的大模型 彻底分开了 这个苹果用苹果的 这个谷歌用谷歌的 这个微软用微软的 那么最后可能就会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们会发展出各自的规则来 甚至是各自的口音啊 就是说他们有各自的对话行为习惯 这个就会变得 不是那么友好了 从我的角度上来看 这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事情 那么再往后一条 马斯克在特斯拉股东大会上画饼 这个视频 有一位叫Thomas Liu 他提了个问题 说单纯机器人性能来看 特斯拉和波士顿动力差的很远 不如直接投资他们的机身了 加上特斯拉的FSD 这个确实是波士顿动力 那个机器人是可以跑酷的 可以这个闪转腾挪 对吧 可以这个翻滚跳跃 然后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 这个晴天柱就像这个帕金森 像患者似的 然后在这个地上 歪歪扭扭 还不至于歪歪扭扭 现在其实已经走得好很多了 但是还是不是那么稳定了 到底是不是应该去购买 波士顿动力的这个公司 然后使用他们家的机身呢 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为什么 因为波士顿动力的这种机身啊 它是没法标准化的 你没法进行模块化 进行这个模组 置换这些东西都是没法做的 它就是为了追求极限的运动能力 然后做的一种很专业的机器 这种机器可能离开实验室 或者离开这个什么以后 它就没法用了 最终他们的使用方式可能是军用 对吧 我对他进行很强的这种训练 和什么样的以后 然后他可以适应很特殊的地形 那么军用呢 虽然最后是可以说 我在各种地形上跑 但是前提是什么 你需要花大量的钱 去堆整个的这个机器模型 用普通的民用的方式去生产 是不划算的 所以呢 我觉得特斯拉做特斯拉的就行了啊 这个波士顿动力去做波士顿动力 但是你说以后波士顿动力 是不是可以买特斯拉的FSD啊 这个给波士顿动力去做一些武装啊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特斯拉是绝对不应该去买 波士顿动力的机身去装这个FSD的啊 这个事是不划算的啊 再往后一条 马斯克在特斯拉股东大会上画饼 有一位叫魏宋张啊 应该叫张魏宋吧 他呢提了一个问题 说在17点35分提到的内幕交易不准确 应该是关联交易啊 这个地方可能是我讲错了 呃 一般情况下内幕交易呢 应该是指说我们使用公众不知道的消息 然后呢 进行一些内幕交易啊 或者说进行一些啊 在公开股市上做一些操作 就是呃 主要是内内幕消息有关的 而关联交易呢 就是我们是利益相关的几个公司 通过内部沟通 然后呢 用一些非公允的价值进行交易 然后从而呢 使一部分的股东利益受损 然后补贴另外一部分 这部分叫关联交易 如果我讲的是内幕交易的话 那么这块应该是我讲错了 在这里感谢大家提醒 一般就是你觉得我哪错了 你可以告诉我 然后呢 我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去做一下刊物 再往后一条 山姆奥特曼参加听证会这条 有一位叫Rain YL的网友他提出 老范不会想到中国的社交媒体 对马斯克的保护程度 并不是没人挤的马斯克 而是社交媒体的控屏和机器人 对于挤的马斯克的人 都是重拳出击 非常可怕 这个还真没想到啊 我反而我自己也没有听说 谁因为挤的马斯克了 就在国内被封号 被这个处理过这个事情 因为按道理说 国内你挤的任何人都有啊 但是一般情况下挤的人了 就会被封号 就会被处理啊 这个事情 到底是如何去做的 我不太确定 我不认为中国是 从政府层面上来做了一个事情 但是也有可能了 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啊 只是说我没有得到证据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马斯克的拥顿 这块是肯定有的 然后呢 当然他有些拥顿呢 比如说像我这样 其实我也很喜欢马斯克这个人 对吧 那么像我这样呢 我会相对来说 比较客观的来看这件事情 别人说哎 马斯克哪不好 我也不会说就着急生气 就跟人家挖了祖坟 那么难受 但是呢 一定会有一些人说 任何人敢说马斯克不好 就如何如何的 这些人一定是存在的 那么这些人呢 有可能会组织起来 形成一定的社会力量 然后在任何人敢说 马斯克不好的时候 上去一拳打翻在地 再踏上千万只脚啊 这种事有可能会发生的 而且在中国有一个 很特殊的现象 是什么现象呢 这个因为中国的汽车的价格 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说 还是比较贵的 每一个人买了汽车以后 为了不后悔 比如说我今天买了辆特斯拉 然后这个买完了以后 每天以泪洗面 说哎呀我腿不当初 怎么买了个特斯拉呢 对吧 这个其实是很精神分裂的玩法 这个是不可取的 然后很多人为了买了特斯拉以后 不后悔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特斯拉的忠实拥顿 对吧 任何人敢说特斯拉不好 我就冲上去跟他急 包括这个蔚来 包括这个长城 很多人都是这样 你只要买了他们家的车 我就成为他们家的铁杆粉丝 对吧 甚至蔚来还说 我要给我们的这种 买我们的车的人 我们都管他叫股东 我们要专门给他们分红 对吧 再搞这样很神奇的像邪教一样的传播 马斯克在中国也确确实实是激励了很多人 有很多拥顿 而且他也卖掉了非常非常多的车 有很多的特斯拉车主变成了特斯拉以及马斯克的忠实拥护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确确实实是会给予在社交媒体上挤对马斯克的人重拳出击 这个事是可能的 再往后是有一条我们的帖子 不是视频 就是我发了一条帖子是不会在B站上放视频 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网友去回复我 说你做的对 有的人就说这个B站确实收益低 确实这个粉红很多 在这上面去做非常多的这种攻击 甭管你说什么 他们都会来骂你 对吧 这个事情其实是对我这种决定的一种理解吧 但是有一位网友叫Holo Kitty 这个Holo Kitty他给我提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说你的民族主义呢 因为我曾经宣扬过 说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 这个为自己是华人 为自己是这个中国人汉族 而感到骄傲与自豪的一个民族主义者 这个事情跟我是不是把产品 内容放在B站有什么关系吗 B站的名字是Bilibili 对吧 那是由一个日本动画片来的这个名字 那我为什么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 就要把自己的内容放在那呢 而且我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 跟我把内容放在YouTube上也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事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影响的一个事情 再往后有一位这个网友找到了一条特别老的视频 就是45岁老程序员找不到工作的这个视频 这位网友呢是EGGSUPER 他呢提了一个问题 希望老范做一期 大龄马农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 在哪些方向 我指的不是开滴滴送外卖哦 这块呢怎么说呢 我确实是准备最近讲一期这样的事情 因为最近有很多高屁被裁员裁掉了 或者说一些大厂里面的一些人被裁员裁出来了 然后这一块呢 我觉得也确确实实值得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些大厂里边的一些中层 或者是一些准高层 离开了原来熟悉的工作岗位以后 他们应该如何进入社会 未必是程序员了 他们有可能是做其他工作的 然后其他呢 就是说 这个我们作为比如社会上的用人单位 或者说 应该是不是如何去招聘他们 如何去正面这些人 以及再其他的是说 这些人适不适合创业 适不适合做自媒体 做什么事情 这一块呢 我再思考一下看看 这周是不是有时间在直播的时候聊一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再往后一条 格力手机终于彻底落幕了 在这条视频下 有一位叫言语的朋友 他问说 董明珠以为自己真的是偶像派 随便做个东西出来 大把粉丝买单 这个事情呢 你直接说 你会觉得他很不可思议啊 怎么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当你身边围着几千人 上万人 几十万人 不断的向你重复 从早到晚 然后告诉你说 您就是个神啊 您就是个偶像啊 对吧 然后您只要是这个卖任何东西 都会有人这个排着队去买啊 对吧 然后如果不断的有人跟你说这件事情 一开始可能会不信啊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人还是会信的 对吧 这个事情不是谁蠢 不是谁笨的问题 人性如此 像每一个人都愿意去相信自己是好的 自己是更完美的 自己是被人喜欢的 比如像我 如果真的有 比如说不用几百人 有十来个人 然后每天围在我身边说 老范你做的东西真棒 真厉害 那我也会信的 对吧 我现在其实也是自信心 在慢慢爆棚的一个状态 因为录了这么长时间 YouTube也不断的 有人上来告诉我说 哎 你讲的真好 我很喜欢听 我学到了东西 这件事情 我每次听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也觉得蛮开心的 虽然我每次收到这样的评论 我都会回去 我说哎 您当故事听就完了啊 开心就好 别太认真了 我讲的东西也不能保证对 当然也不断的有人来提醒我说 哎 你就是胡说八道 你就是这个 啰里巴梭在这胡扯呢 这个也有 但这些人呢 可以让我稍微冷静一下 虽然我心里听着不太舒服 但我更愿意听这个夸我的人啊 任何人都一样 听多了以后呢 甭管我信不信 但是我的内心一定会发生改变的 但是像董明珠这样 这么多年啊 手掌大全 几万人 几十万人的一个大厂子 然后靠着他吃饭 包括后面整个销售体系加在一起 非常非常多的人围着他吃饭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他相信自己就是偶像派这件事情 已经其实是已经做的挺好的了 他没有相信自己是这个不可替代的 对吧 没有相信一些更奇葩的东西 已经不错了 再往后啊 格力手机终于彻底落幕这条啊 有一位叫Mars的网友 Mars啊 他呢提出来 现在要活生皇帝的新衣很难 除非自己就想当这种皇帝 或就是傀儡 现在信息很容易被验证和这个获取 破信息检防不难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说 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费劲嘛 这个为什么他就 他们就会真的信了呢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有大把的闲暇时间啊 可以去上网 可以刷抖音 可以去看很多东西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内容 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信息检防 就是有推荐算法来给我们创造的信息检防 也是存在的 但是你要相信像董明珠这种人 他的不能算日理万机吧 就是说他的日常生活 肯定也是非常紧张和充实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需要看的东西 甚至专门找一个秘书说来 你把最近这个国际大事 或者说跟我们有关的事情 做一个总结摘要给我 然后定期向我汇报 对吧 甚至他可以干嘛呢 找一堆的这种秘书说 你们去给我做调研啊 这个家电行业最近有些什么事 这个娱乐行业最近有些什么事 然后别的行业有些什么事 然后最后写出PPT来给我看 他可能最后为了最高效率的 获取更多的信息 他会干嘛呢 他会把所有需要是 获取信息的内容 交给专业的团队去给他写PPT 写报告 做这样的调研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形成信息检防的 这个就更容易一些 他想突破这个信息检防就更难 像我们之所以说 获取这么多信息 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没那么值钱 对吧 我们天天东看西看 即使在这样的话 其实也会有一定的检防 但是我们这个检防比他那大 这跟以前皇上不出宫 就是那些皇帝们就在宫殿里待着 然后他得到的很多信息 都是由各个大臣 包括太监 包括所有的围绕他身边的这些人 总结归纳以后给他的 那么他就很容易被蒙骗 这个跟大家所处的位置一样 我们作为一个nobody 在这个穷人的位置上 我们是没法想象这些 日理万机的老板们 到底是如何生活 和如何获取信息的 再往后一条 格力手机终于彻底落幕这条 这个里面呢 有一位叫Michael Billy M-I-C-H-E-A-L 是念Michael还是Metro B-I-L-R-Y 他提出来 说外国的大企业 也会发生这种所谓皇帝的新衣的事情吗 有案例吗 还是只会在中国企业里面发生呢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点啊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董王他那个性格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都管这个川普啊 前总统川普 叫董王 为什么呢 这什么事 这事我懂 你们不知道 这个事 甭管这个事 他应不应该懂 或者是不是有专业的方式去学习 或是不是跟他去发生辩论和这个 这个进行沟通的人是业内专家 他都相信他懂 对吧 这个要么叫懂王呢 对吧 你觉得他那个性格怎么形成的 你觉得他整个的这种信息简房 或者说这种迷之自信 到底是怎么来的 埃隆马斯克其实也有一点点这样的状态 但是呢 这个事情要分两面 就是很多这些大老板 他之所以成功 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这种迷之自信 就是如果像我们普通人这样 各种不自信 各种瞻前顾后 他可能就没法取得当前的这个成就 我给你举一个案例 就是曹德旺 做这个服药玻璃 那个曹德旺 他呢 在加州去 是在加州还是在哪个州 我印象里加州吧 去开这汽车玻璃的这个工厂 然后呢 到那去动工的一个典礼 然后在开动工典礼的时候 人家说我们要搭一个棚子 万一下雨的话 这里就可以避雨 曹德旺说我不要这个棚子 然后人家问他 他说那万一下雨怎么办 那个他说我不要棚子 然后他说那万一下雨怎么办 他说就不会下雨 我不要那个棚子 然后最后那个棚子就没有搭上去 然后也确确实实没有下雨 第一个下雨 它是个小概率事件 但是呢 作为下面基层处理这个问题的人 如果下雨了 比如说当天来去做动工仪式的 曹德旺以及相关的人都被淋了 他可能就会丢工作 他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而对于曹德旺来说 不会下雨 我就相信这件事 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那么你说这些大企业家 因为这种迷之自信呢 它其实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 有些人迷之自信了以后 就直接被淘汰了 某一次迷之自信 然后就直接踩在坑里 然后再辈子没爬起来 然后有些人呢 迷之自信 然后这次你就正好过了这个坑 就过去这个坑了 然后你会更加自信 所以它是有点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似的 对吧 你自然选择了以后 最后剩下来的这些大企业家 都是那种极度自信的人 他相信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 自己就是天选之人 加上预计特别好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原因 形成的一个现象 不是说光在中国存在 好 我们先读到这里 因为今天这个周收集的问题比较多 剩下的我们在下半段再接读 感谢大家收听 帮帮帮点赞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